這個座位表這兩天會PO到網路上 所以說請同學到網大上趕快去注意看 那這個另外一次禮拜三中午的實習課還是照樣的要上 所以請有休實習課同學也請務必要參加 好我們現在開始來繼續上個星期未完成的課程了 那上個星期我們開始討論到這個章節 它的重點就是在責任會計制度跟部門績效衡量 那在上個章節裡面強調什麼叫責任會計呢 就是因為它要扣在不同的組織架構上面 來設計一個管理控制的會計系統或者會計制度 我們稱之為責任會計制度 那扣在組織的架構上面就勢必要建構很多 很多按照不同組織或者單位的性質 成立所謂的責任中心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因此想要了解一下洪嘉英同學 洪嘉英 洪嘉英沒有來嗎 你是洪嘉英是嗎 好 那請問有哪一些責任中心 請大聲一點 你知不知道責任會計有哪一些中心 利潤中心還有呢 成本中心還有呢 投資中心 投資中心 剛好利潤投資中心 投資中心 成本中心還有沒有 OK有三個中心 好我們再問一下這個 汪怡婷同學 汪怡婷 他說的這三個中心 你認為還有沒有其他的可以補充 還有哪一些中心 嗯 什麼 你也只知道這三個 你也只知道這三個 好 那是不是只有這三個中心 還是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 OK 哎 禮拜三就要考試 今天禮拜一了呢 哪些中心還搞不清楚 也有點驚訝啊 這個我們再看一看這個 何詠貞 可不可以幫忙補充一下 還有哪些中心 也好像不太清楚啊 沒關係 我們再問我們其他同學 張玉成同學有沒有辦法幫忙 張玉成 張玉成是這個 你跟那你旁邊那是方玉府 是吧 OK 你們剛好在我 沒關係那個 張玉成 請問一下 有哪幾個中心 除了剛剛講的 投資利潤跟成本中心 還有哪一些 你如果翻的書講沒有意思 我是說你還有沒有印象 好像也沒有印象的 那方玉府同學呢 還有沒有 也不清楚了 OK 我就問一下 這個有蠻驚訝的 因為感覺上 嗯 由希臨同學 沒有來是吧 OK 這個 那個 謝佩穎 同學 還有哪些中心 收入中心跟費用中心 OK 請剛剛那些同學 記住一下 我們這個 責任會計制度 所謂的責任中心 有五個中心 這五個中心就是 不管從基層的 往上面跑 還是從上面的 往下面看 我們如果從基層的 上面來看 就是最基本的 最一個 每個企業裡面 應該要有的 這些基準 基本的單位裡面 部外服成本中心 費用中心 跟收入中心 這三個中心 其實隱含了 三個領域的部門 包括了生產製造部門 的成本中心 包括了 行政管理部門的 費用中心 以及 營業銷售部門的 收入中心 這三個基本的中心 既然有了收入 有了支出的這個 概念之後 在他們三個中心的上面 就架構了一個 叫做利潤中心 因為有收入 有支出 收入減到支出 叫利潤 有了利潤中心之後 非常多的 事業單位的利潤中心 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有一個公司最高的集團的總部的投資中心 這是由下面 往上面想 如果今天是一個集團企業 集團企業的執行長 他並不只是要為了整個集團的獲利負責 他還要對集團整個集團的這個資源使用的效率負責 這個叫做投資中心 他不但要求每一個利潤中心要貢獻所謂的利潤之外 他還希望要求整個的獲利的結構過程裡面 還要對集團使用的資源 它的效率負責 OK 這個是最高層的投資中心 因此下面控管了若干個利潤中心 那每個利潤中心既然號稱利潤 自然有收入有支出 所以利潤中心下面就有收入面的收入中心 跟支出面的成本中心及費用中心 這個五個中心要把它背得很熟 既然已經分出了中心了 所以每個中心它的KPI就應該確定下來 我們上個禮拜就強調 只要是中心 只要中心定位定清楚了 每一個中心的KPI 就也應該也可以把它定出來 成本中心 基本上都在生產製造的生產線上面 所以他們的標準的KPI 就是標準的績效衡量指標 就是用它的標準成本 那這邊只是要強調 進到了工廠 我們把價格的波動擺到了工廠的圍牆外面 所以一進到工廠 所有的材料耗用的那個金額 都用標準成本來衡量 因此成本中心裡面 其實要兌付的 要管理跟控制的是那些量 標準各項標準材料的用量 各項機器小時耗用的機器小時數量等等 這個是成本中心的重點 但如果光是有這個量的指標還不足 所以還會有一個品質的要求 就你生產過程中間品質的要求 所以在成本中心裡面 基本的就是它的標準用量 以及它的品質要求 那如果費用中心 費用中心裡面 我們通常都用標準費用的預算來控制 那一個人力資源部門 一個經理配上了十個部門的同仁 這個十個人的薪水 十個人佔用的空間 十個人佔用的水電 耗用出差 十個人辦的教育訓練 全部都叫做標準費用預算 就是在費用預算下面 有沒有可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或者是在這個目前的結構 跟作業量之下 可不可以把費用預算再節省 這是標準費用預算 那還沒有牽涉到第二個指標的要求 就是它的貢獻率 你做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 你對我們公司的人力資源 真的有提升嗎 有沒有提出什麼的貢獻 所以在費用中心裡面 兩個主要的指標 一個就是標準費用的控管 一個就是對公司 你的作業過程中間 對公司所提供的額外的貢獻 收入中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有兩個層面 但是也都好衡量 就是收入的訂單 這個很好衡量 誰能夠拿訂單回來 馬上就有收入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為了要拿這個訂單 所耗費的支出 所以在收入面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叫收入的指標 以及收入中心裡面的 業務費用支出的指標 那這兩個指標都很清楚 但是這兩個指標 要來抓它的貢獻度就困難了 我們上禮拜特別強調 有的人很厲害 花很少的錢 還很少的應酬費用 就可以創造很高的營業額 那有的人很辛苦 每天跑了半天請吃飯幹嘛 邀請客戶幹嘛 花了很多的錢 但是訂單拿的很少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針對所謂的貢獻度 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公司還是有它的策略 希望能夠用到的業務員 都很會賣都很厲害 那你真的不厲害的 花了很多錢弄不到訂單 就算你再努力 我也只有忍痛割愛 然後就請你不用來做了 這樣的話用來淘汰之外 還有一些策略 就是說公司想要把哪些產品 主要的產品 然後賣的出去 賣到哪個地區 賣到哪個客戶 哪些業務員在賣 這個時候收入中心 就有額外負擔的責任了 就變成它對整個企業 額外的貢獻 這是收入中心的 那有的收入中心 但是不能控制利潤 所以收入中心 也只有針對收入面 跟應付這個收入的 額外的費用支出面而已 同學們將來畢業了以後 一進到了職場 通常都會在這個三個中心裡面 你說我會進到利潤中心嗎 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因為負責利潤中心的 這個KPI 通常大概就是事業部 或者是某一個分公司 指公司的老闆 所以要做到利潤中心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一 離開了學校 進入職場的話 大概通常都會在這三個中心裡面 那我個人是有一個建議啦 如果同學你對自己有一點期許的話 不管你在學校裡面的興趣是行銷 在學校的興趣是人力 資源 人資 財務 會計 或者生產等等 都建議你們進到職場 第一個先去衝業務 去跑所謂的收入中心裡面的業務員 看有沒有辦法能夠做熬個兩三年 進到了公司 跑業務抓訂單 這個不是很low end的嗎 很低階的嗎 誰都可以做 沒錯啊 做業務員的不需要高學歷 但是 會把業務做好的 才是老闆眼前的紅人 特別是我們號稱 自認為的所謂的高學歷的 名校的大學畢業生 我更建議你啊 畢業之後去跑業務看看 如果你這兩三年磨練出來了 可以站得住腳了 你再回到你喜歡的專業區的時候 你未來的職場的前途一定是非常好的 跑業務不容易啊 我舉我自己的兒子為例啊 我這個小孩子啊 把他培養到德國 在也是更好的名校 海德堡大學 這個世界級的名校 他的經濟研究所 把他培育到了所謂的研究所的碩士 回來台灣當兵 當完兵以後呢 他問我說 我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你去賣房子 你要有兩個 我可以建議你 一個是賣房子 一個是賣汽車 賣房子 像信義房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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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地區的高階主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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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都氣車的 總經理 都是我的學生 我可以幫你很輕鬆的介紹 他跟我講 我要去賣東西 也不要你介紹 他反正需要很多人 我說是真的 我說你去賣個三年 他當然 後來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開了一個小餐廳 現在每天在小餐廳的柴米油煙裡面打轉 人各有志 反正我也管不住了 就算了 反正 但是 我建議其他同學 如果有興趣的 真的不妨先到 收入中心下面的業務 去跑個歷練個兩三年 在這個職場上面 真的能夠拿訂單回來的 才真是king 才真是王 那在公司裡面 如果我們靠專業 我是會計 我是財務 我在財快部門 熬個三五年 做個小主管 在開會的時候 你一開口 業務馬上叫你閉嘴 你根本不懂什麼賣法 你真的閉嘴 你說我會幫老闆算財務算會計 那屁用都沒有 訂單拿不回來 大家都失業 老闆要關門 所以請記住職場上的理念 是我們大學的畢業生 不要去害怕 不要去避開的 也只有在職場上的理念 你基本上可以快速 累積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果按部就班去走人資 走那個熬個十年 運氣好做到主管 運氣不好 顛沛流離 懷彩不欲 但是在市場上 去品真的本事 怎麼去賣 去磨練一下自己 挑戰一下自己 OK 這是三個中心 完了以後我們就會進到了 所謂的利潤中心 跟投資中心 利潤中心呢 它的績效衡量指標是什麼 既然號稱利潤中心 那就是利潤嘛 這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呢 沒錯 那只是利潤有很多種類 我們一般講的 企業管理的 或者是管理領域裡面的 一定是強調三利三率 三個利潤的概念 三個利潤的率 哪三率呢 哪三利呢 就是毛利 營業盡利 稅後盡利 這三利要倒背如流 為什麼毛利 營業盡利跟稅後盡利那麼重要 因為在食物裡面 每一個老闆 眼睛盯的 腦袋想的 每一個主管 都是這三利 因此這三利後面的三率 毛利率 營業盡利率 跟稅後盡利率 也是很重要的三個概念 那我們做利潤中心 是用這個利嗎 是用毛利 營業盡利 或者是 稅後盡利嗎 那你就要先了解 毛利 營業盡利跟稅後盡利的意涵 管理上的意涵 那當然 毛利 就是營業收入減掉 營業成本 消貨收入減掉 消貨成本 消貨收入減掉 消貨成本 毛利啊 那個通常 大概只是在講工廠 那跟著還要把 管銷費用 也要扣掉 這個就變成營業盡利了 那再把業外的加進來 收入加進來 業外的支柱扣掉 才會得到 稅前盡利 扣掉所 因應付所得 所以就得到稅後盡利 所以 好像在食物界裡面 做利潤中心衡量的時候 習慣用營業盡利 用營業盡利 不過這個有風險 那個因為營業盡利裡面啊 它包含了固定的成本 比方說營業盡利裡面的 管消費用 工廠裡面的 固定的折舊攤體等等 如果今天 我的這個利潤中心 很單純很單獨 所有的共同成本啊 固定成本 都是我在用的 那個無可厚非 用營業盡利 但如果中間有 跨部門共用的部分啊 用營業盡利做 所謂的利潤中心的 衡量基準的話 就會有危險 因為被攤到的 固定成本 也許不是合理的 那我跟其他的 兩個利潤中心 共用了設備 共用了很多的資源 那這些設備裡面的 折舊就用平均攤什麼 那都很危險 到時候啊 每一個利潤中心的 執行長 或者利潤中心的 老闆 那個經理啊 都不會服氣 那如果 老闆在標 在罵人的時候 哇 你看發標的時候 你這個利潤中心怎麼搞的 那個經理會馬上反彈說 因為有一大部分 我不該負責的 固定成本的攤體 算到我這邊 我的利潤當然少 如果有共用呢 是複雜的 如果有共用的現象呢 我們建議啊 就用 貢獻式的邊際 貢獻 所得到的利潤的概念 來做指標 就比較合理 因為把不能負責的 固定成本扣掉 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先對 利潤中心 所謂的利潤 它的這個概念是什麼 來做一個分析 那利潤規劃 首先 利潤中心要做利潤規劃 利潤規劃 就是設立利潤目標 就是事前的 跟著會分析差異的原因 是適中 一方面在賣 一方面在做 在邊做邊賣的過程裡面 預期的利潤目標好像有差異 馬上去分析 而這個差異原因 不外乎收入差異 費用差異 或者是成本差異而已 那最後就是事後的改善 我們用一個圖形來看 預計的利潤 有成本支出面 有收入 預計收入的收入面 所以不外乎 成本費用中心的差異 或者收入的差異 那利潤中心的指標裡面 我們說毛利盡力還是邊際貢獻 本業盡力還是業外盡力等等 通常在實務上面多以營業盡力為主 除非這個每一個利潤中心用的資源 都跟別的利潤中心不附用 這個時候可以用營業盡力 否則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啊 用所謂的邊際貢獻的利潤 來做利潤中心的指標 我們再來看 什麼叫邊際貢獻的利潤指標 它是應該比較合理的 就算是一個很大的獨立的工廠 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利潤中心 我們還是期待 透過不同的邊際貢獻的概念 來設計計算 所謂它的部門貢獻 來做它的利潤中心的計算計準的KPI 台塑集團 台塑是一個很龐大的公司 這個集團的總部在台北市 鴻海集團總部在 在那個 在那個 也在台北縣 在新北市 新北市的土城 那 那個 台塑集團的總部 就在這個 台北市的敦化北路 上面有一個台塑大樓 這是它的總管理處 那個龐然大物 裡面就 裡面就篩了三千個人左右 在裡面工作 管理整個 台塑集團的 每一個事業部 分公司 子公司等等 那它下面有 石化部門 石化部門裡面呢 在高雄 人武 這個人武鄉啊 有一個人武廠 高雄的人武廠 是一個獨立的利潤中心 因為它這個廠房跟別人 完全不共用 它自己呢 可以獨立的控制 它自己的 這個 這個廠區 這個廠長 或者這個人武廠的經理 就是一個利潤中心的負責人 它的消貨收入 減掉變動成本 跟費用 得到它這個 首先得到的 這個人武部門的 編輯貢獻 跟著要減掉 部門可控制的固定成本 什麼叫部門可控制的固定成本 人武廠的廠長 它本身就有使用的授權 它的授權可以用固定的人力 可以買固定的設備 中小型的 整個大工廠的生產線 它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決定 但是它可以買 買那些 比如說小的電腦設備 空調設備 運輸設備等等之類的 或者小的機器設備 這它是可以控制 所以部門可控制的固定成本 要算在廠長的頭上面 扣掉之後 得到部門可控制貢獻 還沒有結束 還要扣掉其他 直接歸屬該部門的固定成本 這個地方有點複雜 什麼叫 其他直接歸屬到 該部門的固定成本 人物廠的整個的廠區 它的土地廠房 設備的這些得救 它是固定成本 可是也要算在人物廠的 這個廠長或經理的頭上面 這個廠長可能會說 冤枉啊 我來接這個廠也不過才三年 這些設備搞不好已經是十年了 它的得救要我負責嗎 那總管理處的總經理會問說 那你不負責誰負責 我負責嗎 你現在做這個廠的廠長 你就要幫我去看 這個廠裡面的設備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要改善修理的 都是你的責任啊 整個廠裡說不是你負責 可是是你在用啊 如果你覺得哪個機器設備 老舊要報廢的 你趕快跟我講 我讓你報廢 哪些機器設備要重新添購的 也是你的權利 你要跟我講 決定存在我 可是你要負責 因為你在使用 所以這一些固定設備 也要它扣掉 因為它沒有跟人家共用 那剩下來的部門貢獻 這個紅色的部門貢獻 就是我們在這個定義裡面 所謂的利潤中心的概念啊 之後還扣一個 叫做共同性固定成本 為什麼還來一個 共同性固定成本呢 因為台北總管理處的 那一棟大樓裡面 燈火輝煌 三千多個 白領階級的管理者 在裡面工作的人 他的薪水 他的水電 他的折救 他的耗用 他的出差等等之類的 所有的包括 到總經理為止 這個總經理就是 王永慶的弟弟 叫王永在 那裡面的工作 三千個人的薪水都很貴的喔 難道他們自己扛啊 他們沒有地方扛呢 他們要靠他的利潤中心 來幫他扛 所以他們也算出了一份折救 算到了人物廠 搞不好你要貪十億台幣 或者五億台幣 所以人物廠最後的盡力在這邊 但是他這一份 他真的不能負責 今年可能貪五億 明年政治性改變 我的人物廠可能只要貪三億 後年可能要貪十億 為什麼 因為人物廠太賺錢了 我就幫你貪多一點 讓你獲利少一點 稅付少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些政策性的 所以這個不應該 由人物廠的廠長負責 所以利潤中心呢 他的這個計算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消耗收入一直減到了到部門貢獻 這個確實應該是由人物廠本身要負責的 不能負責的就是最後面 整個的總管理處的 或者總部的所有的攤提費用 而總部不管哪一種形態的公司 也都是要貪給各個利潤中心去扛的 OK這個地方裡面我們叫做部門利潤中心的 績效的概念 那我們看一個例子好了 周三公司產銷夾以餅三種產品 它的市場包括國內跟國外兩部分 那某一年的某一個月的這個 隨意表 這是很典型的隨意表 消貨收入減掉消貨成本等於毛利 減掉管消費用得到營業淨利 五萬一千九百塊 營業淨利 那公司有夾以餅三個產品 有國內國外兩個市場 那我們再補充一些資料 那產品別來看 加一比三種有內銷跟外銷的個別的收入 那而且有變動的成本跟變動的管消費用的比例 三個產品都已經算出來了 跟著再看工廠 公司有三個工廠 這個三個工廠裡面 第一跟第三個工廠都是共用的 只有第二個工廠是歸屬給餅產品專屬專用 而固定的管消費用跟所有的管理費用 固定的推銷費用跟管理費用呢 基本上也有一些說明 固定的銷售費用裡面是共同費用 但是可以按內外銷來分 所以內銷三個產品共用佔了五分之三 外銷三個產品共用佔了五分之二 那管理費用可以直接歸屬到各個部門的 只有假產品有兩千 以產品四千 丙產品一千五 不能直接歸屬的都是共同的 OK 給了這些資料之後啊 這個原來的所謂的損益表 就是公司賺了五萬一 那公司當然有這些資料 假以丙或者說是內外銷 都會有這些資料 可是這些資料只是告訴我們說 假產品賣了多少 以產品賣多少 還有內銷賣多少 外銷賣了多少 可是哪一個產品賣的最好 哪一個市場做的最好 賺的最多看不到 我們只能看到總total 可以賺到五萬一千九百 那因此如果老闆覺得把它切割成利潤中心 逼每一個負責人給我在拼的話 那不就更好 所以先看看怎麼拼法 假設公司把內外銷兩個部門 設計成兩個利潤中心會怎麼樣 這個時候就按照給的這些資料 開始把這些錢拆來拆去 分來分去 分完了以後 就分到內銷外銷不能分的 共同的就變成共同成本了 一分完之後啊 中山公司的利潤中心的績效報告就出來了 總收入36萬不變 把內銷外銷分出來 內銷20萬外銷16萬 而且各自銷售的部分的變動成本 跟費用把它扣掉 就初步的得到了邊際貢獻 內銷有七萬零兩百 外銷有五萬六千七百 然後再把可控制 部門可控制的這個費用分攤 我們按照前面的給的條件 可以分出來 內銷有九千 外銷有六千 分完了以後啊 總共有一萬五 這個時候的部門總共的勾線 十一萬一千九百裡面 內銷它負責斷到了六萬一千兩百 外銷斷到了五萬零七百 再扣掉不能夠分給這兩個的 他們不能負責六萬的共同成本之後 淨利五萬一千九百沒變 淨利還是五萬一千九百 但是我們已經有兩個部門 一個叫內銷一個叫外銷了 那乍看之下內銷 內銷好像比較好 它可以賺的比較多六萬一千兩百 外銷只能賺五萬零七百 但是內銷是靠二十萬來賺到的 外銷是靠賣十六萬賺到的 所以我們在區分所謂的 每一元的貢獻比例 在每一元的貢獻比例來看的話 外銷每賣一塊錢 可以賺0.317 內銷每賣一塊錢可以賺0.306 所以外銷又比內銷好 那至少有了兩個利潤中心的概念之後 也知道了兩個部門的 對公司的貢獻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外銷其實看起來收入比較少 利潤也比較少 但是它的貢獻比較高 內銷反而每一塊錢的貢獻比較少 出來了之後 利潤中心的KPI就出來了 公司可以簡單的說 如果外銷是用31.7 如果公司覺得不要那麼狠 可以用一個5%的不準度來算的話 就給外銷部門的負責的經理說 你的指標是26% 如果你明年還是可以賣到31 你就可以多賺5%的績效 就從80分可以到85分 那我希望你明年可以做到 獲利可以達到35% 那你就可以做到90分 你的獎金分得更好 那內銷就變成35 一個35標準一個 一個25標準一個26標準 實際上要達到的當然是 這個標準只是剛剛80分而已 這個就叫做利潤中心的KPI了 你怎麼達到我不管 但你要幫我做到 至少這是第一步 利潤中心的KPI出來了 第二步 公司的大政策會改變 以前把外銷賣的少 內銷賣的多 現在發現其實外銷賺的多 內銷其實賺的少相對的 因此大政策的改變就是 在不傷害內銷的銷售水準之下 開始努力衝外銷 要把外銷拉起來 它多賣一塊錢 比內銷多賣一塊錢 賺的還要多 所以這就很清楚了 那如果我們再把 甲乙餅三種產品 產品別也拉進來看 那更有趣 把甲乙餅三種產品 拉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了 甲產品 以產品各自賣的這個百分比 銷貨的收入 扣掉了邊際貢獻 在扣掉可控的部門貢獻之後 我們發現 甲產品賣15萬 可以獲利3萬8 以產品9萬 可以獲利3萬9 以品產品12萬 可以獲利2萬6千7百 然後再扣掉 他們用產品別 它的共同成本 就是5萬2千5百 因為分的不同 所以有共同扣掉 利潤還是5萬1千9百 這時候三個利潤中心 也同時可以看到每一個 產品別的貢獻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以產品的貢獻最高 每賣1塊錢的以產品 可以賺到0.4356 每賣1塊錢的假產品 只能賺到0.2567 那這樣子的話 公司裡面也可以從產品別 定出KPI 一樣的 就是給它5%的空間 讓它明年度 覺得我可以很順利的 達到80分 甚至可以達到85分 那甚至往90分衝 但公司來講 最大的策略就是 已經開始定出的優先順序 主打以產品在外銷市場上 因為這兩個都是 可以讓公司帶來更高的獲利 這個用傳統的 財務報表是根本 沒辦法做到跟看到的 所以利潤中心 為什麼非常的火紅 在企業界裡面 每個老闆嘴巴上念念的 念念有詞的 都是利潤中心 因為你做到合理的利潤中心的架構 跟KPI之後 你的戰鬥力就提高了 就很容易抓到 而且很容易抓到負責的人 然後同時做得好跟不好 一下就看出來 所以厲害的老闆 像我們剛剛講的 鴻海集團 那個利潤中心 這個是好像是投名狀一樣 這個一決定下去以後 就立下了軍令狀 生死狀一樣 每一個事業部門的主管 這一年扛的指標是持命必達 否則就要跳海 不會真的跳海 不會真的跳海 但是基本上 大概就真的是這一年都不好過了 有一個補充資料 叫利潤中心 它跟我們上個禮拜的成本中心很類似 同學可以自行參考 跟著看投資中心的績效 投資中心就是有若干個利潤中心 共同貢獻的利潤交給了投資中心 投資中心來負責 那因此投資中心的負責的KPI的人 就是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整個事業集團的老闆 或者是最高的總執行長 他要負全責 所以各利潤中心的核 是投資中心的一個衡量的基準 投資報酬率 因為既然叫投資中心 我整個集團所使用的 最後的總體的資源 他的報酬率 就變成我這個執行長的KPI 當然這邊也有分事前跟事後 事前的指標就是 考慮到公司的使命願景啊 策略等等 然後還有投資規劃公司 預估的資產支出的 這樣子的一個分析之後 定出了事前的投資報酬率指標 跟公司事後的投資報酬率的 績效指標來做比較 就可以得到這個執行長他的績效 只是投資中心有一點要注意 因為很多的投資的案子啊 是龐大的 一投資下去啊 就很難再停止或者改變 所以當投資決策一經啟動啊 有的時候很多的命運就決定了 這個宏達電啊 這個目前也是烏漏偏逢年夜雨啊 很辛苦 在今年的這個 不去年的下半年 就是前三個月的時候 這個董事長王雪洪挑下來 把執行長周永明架空 因為這個人啊 已經不太適合再繼續做執行長 但是沒有撤掉他的職位 而找了一個這個厲害的人來做 所謂的這個總經理 叫做執行總經理 為什麼 因為這個這個 周永明他在前期很賺錢的時候 做了一些錯誤的決策 所以這個總經理上台之後 第一個動作就是把三個 當時的併購的公司 就是紛紛的把它賣掉 如果沒有賺錢也要賣掉 因為任賠了事 總共呢 處理了好幾億的資產 這就是那個 在投資過程 執行長一決定以後 買了一個聽說世界級的音響公司 也不曉得幹什麼 好像行家都說那個很好很厲害 可是周永明買了那個音響 耳機啦 耳機音響的那個公司 就那個好像對耳機的銷售一點幫助都沒有 這就把它賣掉了 有的還賺了一點錢 有的賠了一點錢 這個就是投資一金啟動很難停止 OK 投資中心的績效指標裡面 剛剛那個有點類似 只是都把它加到所有事業部的收入 減掉所有事業部的變動成本 得到編輯貢獻 減掉各個可控制的固定成本 在減掉可追受的固定成本之後 得到各個事業部的營業盡利的總和 這就是剛剛利潤中心的概念 在減掉分攤的總公司的成本 得到稅前稅前盡利 減掉分攤的長期債務利息成本 得到稅前盡利 減掉分攤的所得稅得到稅後盡利 在這個地方裡面 有不同的作者 學者 有不同的認知 有的學者認為是用營業盡利 有的學者認為是用稅情盡利 大部分的人是認為稅後盡利 我個人也覺得 作為一個集團事業的執行長 所有的會計科目上面的項目 他都要負責 包括稅 稅不是國家抽的我有什麼辦法 還有很多節稅的技巧 利用國家的政策 來達到節稅的目標 那也是執行長的責任 不能夠逃避的 所以應該是用稅後盡利 OK 那我們再來看 投資報酬率 叫做ROI ROI這個公司 是杜邦財務控制公司 它的最原始的名稱 在1917年的時候 杜邦公司就設計了這個公司 當時的名稱就叫做財務控制 方程式 1917年 我們中國在幹嘛 當時的中國才剛剛脫離滿清 剛剛把辮子剪掉 可是呢 整個的國家的軍閥割據 混亂到不可以 名字都尚未開 可是在美國的一家公司 已經設計了這種公司 所以在管理的領域裡面 我們必須承認 歐美啊 它的管理的水準 是比我們提前很早就發展的 不過 後來我們急起直追 追到現在其實也不太輸給歐美了 這個公司為什麼要這樣講這個歷史 因為到了今天一百年了 快要一百年了 1917年到2014年 快要一百年了 這個公司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公司 它的公司其實很簡單 就是ROI等於稅後盡力除以平均使用的資產總額 平均一看到平均馬上要知道 它是1月1號加上12月311號除以2 就是年初加上當年的年尾除以2 就叫平均 你投入的資產 平均下來的資產 你的獲利來除就得到了ROI 那這個公司還可以拆成兩塊 可能稅後盡力除以營業收入 乘上營業收入除以平均使用資產 一個分母一個分子一消掉啊 這個是不變的 有趣就在這個地方 可是分開拆開之後 更可怕的就是 稅後盡力除以營業收入 剛好等於我們的獲利率 或者利潤率 而營業收入除以平均使用的資產 就是我們的資產周轉率 上個禮拜有問過同學 利潤率獲利率跟投資報酬率有沒有關係 黃一嘉 現在感覺上知道他們的關係了嗎 這是什麼關係 投資報酬率等於獲利率乘上資產周轉率 他們的關係密切到不可以喔 在這一刹那的之後啊 希望同學把它背起來 日後到了職場 如果有人問你 投資報酬率跟獲利率到底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們時常聽到 有的時候講投資報酬率 有的時候講獲利率 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 如果不一樣的有什麼關係的時候 希望同學可以順利的對答如流的告訴他們 這個很簡單的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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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要到時候結結巴巴說不出來 如果說不出來 大學四年管理學院的白讀了 也就不要再怪 老師沒有教 每次教完了我們都不知道幹嘛 他們都教得空空泛泛泛 我都沒有學到東西 你自己不背永遠學不到 否則就跟路人甲一樣 這是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甚至我的經驗告訴我 我在跟中小企業的老闆 在上課的時候 十個老闆 六個也不清楚這些關係 至少有六個以上 他們知道很重要 可是不清楚他們真正的關係 這邊可以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投資報酬率 它一方面要用獲利的能力來判斷 另外一方面還要用 還要用它的使用資產的效率來判斷 所以這個公式 這個指標所蕴含的公式 已經包含了評估一個集團企業執行長 在各個利潤中心獲利能力的管理能力之外 還包括整個集團使用資產的效率了 它可以牽扯到利潤中心的管理問題 牽扯到經營決策的決策品質問題 就包含了資產配置 我們再來看 做一個補充說明 Garrison 的書必須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Garrison 的學者應該算是老牌的 老資格很有名的 不過在他的書裡面 他用了少數人的概念 他的 ROI叫做營業盡力除以平均營業資產 這個概念不是錯 而是把它講得太窄小 ROI 有兩個地方在用 一個是整個集團看他的投資中心的效率 另外一個是重大的投資決策方案的評估 就資本支出決策裡面 公司現在要蓋一個工廠 這個工廠可能預計有五年 這個五年內我們的投資報酬率滑不滑的來 這個時候用ROI是射算 從ROI 射算裡面 再用所謂的 進限值或者內部報酬率 推估他的投資效率 這個時候用ROI是針對一個事業的 投資的績效 這個時候用營業盡力 就預估的營業盡力是合理的 可是在我們講到的責任會計制度 整個的集團的時候 這個公司就是大為妙誤了 會誤導 所以我在下面也特別把所謂的 其他的作者 他的稅後經歷投入資本作為計算的 包括也很有名的 不輸給Garrison的Hilton 給下面這些作者 再把他舉出來 他們用的是稅後經歷 所以希望同學不要把Garrison的公司 這個公司是錯的 在整個的 投資中心 一個集團企業的投資中心 用這個來做是錯的 OK 我們再來看 但投資報投率怎麼計算 投資報計算裡面 首先可以從損益表裡面 拿出數字來算他的獲利率 其次 再從資產負債表裡面 找出他的所謂的資產使用的效率 為什麼這個公司可以歷經一百年而不衰 因為他可以從一個公開的報表就來計算 不需要去害怕說是商業機密 數字拿不到 所以他才那麼的風行的一百年 又可以評估一個執行長 他的管理的利潤的能力 以及他使用資產的效率 我們用個簡單的例子 比方說 中山公司某年的資產負債表 跟他的損益表 只要有的這兩個表 很快速的可以開始去計算 結果發現中山公司的獲利率是5.56% 那他的 使用資產的效率呢 發現他可以每一年 將這個資產轉兩遍 做9000萬的生意 用4000萬的資產做9000萬的生意 可以轉兩遍 轉2.25次 所以他的投資報酬率就是拿 每一次可以賺到的5.56% 5.56% 乘上2.25就可以得到 他的投資報酬率12.5% 我再用一個 這個數字 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再用一個概念問同學一下 育龍汽車 他的獲利率是10% 他使用資產 因為育龍是老牌的汽車 他的資產比較多 他的獲利率是10% 他使用的資產只有0.5次 就是他所有的資產 就是他所有的資產龐大 每年的營收只能做到轉 只有轉到半次 一次都轉不動 所以他的投資報酬率就是10% 乘上0.5%得到5% 荷泰汽車 它是一個新的公司 它沒有太多的資產的背負 他的獲利啊 車子賣的沒有育龍好 他只有獲利7% 可是他的週轉率可以轉兩次 所以他的投資報酬率就是7 乘上兩次是14% 一個是10%乘上0.5% 是5%的投資報酬率 一個是獲利只有7% 但是他可以轉兩次的14%的投資報酬率 請問各位在座的同學 如果你是準備要投資的人 你要投資荷泰汽車 還是要投資育龍汽車 很有趣啊 投資報酬率 育龍輸給了荷泰 但是獲利率育龍贏了荷泰 差就差在育龍周轉的問題使用的不當 當然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容易回答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已經比所謂的利潤率複雜多了 這也是我們說 怎麼去衡量這樣的一個公司的一個重點 那現在就要問了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個公司 有趣的在這邊 我們在上個世紀1980年代的時候 我們一直發現啊 有一個經營者啊 被號稱1980年代啊 的所謂的世界上都稱他為經營之神啊 是GE的執行長叫做威爾許 他被號稱為20世紀偉大的經營者 一直到2000年之前啊 他退休 20年在GE在他的管理之下茁壯 可是威爾許剛上台之前呢 他是一個40多歲的小伙子 在公司歷練不夠 那比他有資格要做執行長更多 只是他前任的執行長 硬是力排眾議把威爾許拔上來 這個人想要坐穩位置啊 他的ROI要馬上提高 否則的話那些大股東 馬上會把他扯下來 要把他提高會怎麼辦 分母分子這個公式很簡單 要把ROI提高 要不然就是分母啊降低 要不然就是分子增加 最好的就是分子增加跟父母降低 同時做到 有可能嗎 有可能 我們拆開來公司看 你的收入利潤可不可以提高困難 因為那是市場上 我控制不住 產品我接手是這個爛攤子 我不可能一夜之間變好 這個困難 但是我可以把我使用的資產 把它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的 或者閒置的把它幹掉 我把我閒置的資產幹掉 我的這個分母就小了 這個時候我很容易就把ROI拉高 威爾許一上台的時候 兩大政策 第一大政策是 不賺錢的企業關門 把設備賣掉 第二個政策就是 所有的員工 三萬個員工 經過一年的洗禮啊 要把後面的20%幹掉 就裁員 把員裁掉的時候啊 把不賺錢的公司幹掉的時候 這邊提高了 獲利提高了 那把不好的企業賣掉的時候 資產減少的時候 平均使用資產這個增加了 所以威爾許在前兩年 立刻把ROI提得非常高 這個是好的企業家嗎 不是的 如果真的這樣做 你光是在賣資產 裁員你會做大嗎 你當然不能做大 但是如果 威爾許一上台 就有偉大的理想 我要搞核能 要搞自然 要搞能源 它這邊都還沒有整理好 那個ROI要做重大的投資 馬上就會降下來 它馬上被人家拉下來了 所以它的厲害就在於 利用前兩年先奠定自己的實力 把ROI提高 等到坐穩了 大家發現 喔 奇異在它管理之下 這個ROI立刻提升了很多的時候 它坐穩的時候 開始重大的投資 免得這個公式 短式的缺點啊 暴露出來 這個公式很好 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會讓CEO啊 執行長啊 會目光如鬥 只看到這一兩年 如果真的這樣子啊 再下去這個公式就垮掉了 所以偉大的執行長 他是除了這個公式之外 他會看得很遠 但是我們不能期待 每個執行長都偉大 所以我們說ROI有這個缺點之後啊 我們另外 利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來彌補這個缺點 就叫做勝於利益 我們這個下個 下一堂課再來上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那我們 系裡面的Judy小姐啊 她要跟各位來談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專案 這個 我們 好 不會 這個 要上洗手間的請安靜的去上 然後我們再繼續了 這個 跟著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為了要對ROI 做一個 這個 OK 我們這個 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下課再來討論 要針對ROI 要有一些彌補 我們設計了勝於利益法 叫做RI 要記住RI不是替代ROI 只是補充ROI的缺點 因為在ROI的概念之下 怕有一些重要的投資會被犧牲掉 所以我們用RI 這個RI也是1950年 也是集團企業叫GE 就是剛剛講的企業電器 他們所推出的一個方法來彌補ROI的缺失 這個勝於利益的概念就是每一個事業部啊 都耗用了公司的資源 而這些耗用的資源 本來就應該要有一個必要的資金成本 把這資金成本扣掉之後的勝於利益 再來比較 會比較合理 比那個光子用ROI的方式要合理 那它有一個公式 RI勝於利益是等於部門盡力 減掉部門所使用的資源 乘上一個資金成本 那資金成本率啊 我們又稱之為射算利率 或者機會成本率 它也可能是WACC 就是平均加權資金成本 也可能是一個公司內部主觀設定的利率 那當然這個利率有可能在做比較的時候 如果是相同產業 都一定會用一樣的利率 不同的產業別的時候 可能針對產業特性 也會有不同的利率水準的設計 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裡面啊 這個集團企業有多個事業部的時候 就會用一個這種的方式來做 那西灣公司 比方說有甲一兩個事業部 甲事業部的投入資本是1000 乙事業部是5000 那甲事業部獲利200 乙事業部獲利750 那用投資報酬率簡單的來算 它就是所謂的20% 以事業部是15% 所以乍看之下 好像20%比15%要優 那如果日後要做所謂的調整改善的時候 以事業部很可能就會被慢慢的要求 離開市場 那把主力放在甲事業部 如果純粹就ROI來看的話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決定 把一個資金耗用的資源呢 也要考慮在內 如果今天公司認為資金成本率啊 涉算利率是12% 這個時候兩個事業部再來做比較 發現甲事業部投入的資準是100 它的稅前淨率是200 但是它的資金成本率是12% 就是這個1000塊錢公司投給你用的 你要扣掉機會的利息啊 12%的機會利率啊 就是120塊 所以你的剩餘利益是80塊 而以事業部呢 經過這樣的社會的剩餘利益呢 反而還有150 表示這兩家公司都用了總公司提供的資源 那這些資源不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不是隨便給的 而是你要用所謂的涉算利率 來決定它使用資源的效率 完了以後剩下 以事業部還可以提供150塊的剩餘利益 給集團比甲事業部的80塊還要多 所以這個時候以事業部不一定就用ROI來把它處理掉 而是要配合ROI的概念 OK 第三個衡量執行長或者說是投資中心的負責人的績效的時候 用的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呢 是財務報表裡面一個重要的指標 它其實比剛剛的ROI衡量一個執行長的效率啊 更有力量 我們這個公司啊 股東權益報酬率的公司就是稅後盡率除以股東的權益 這個股東的權益呢 基本上就是所謂我們資產負債表下面的負債 資產負債表裡面 右邊的負債及股東權益 來下面的股東權益 那一個項目 那這個又可以拆了 稅後盡率除以股東權益可以拆成稅後盡率除以資產總額 這邊應該要加平均的 平均資產總額乘上 平均資產總額除以股東權益 這個股東權益也要平均 就是起初起末加起來除以二 我們這個把它簡化了 所以這個地方裡面分母分子一消掉 其實還是一樣原來的公式 可是這樣子啊就有一個好處 它這個地方左邊拆成的 剛好是我們剛剛學到的ROI 右邊是權益陳述 權益陳述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公司用多少的錢來玩整個的資產 假設我們來講 今天這個公司有100塊錢的總資產 自己的資產只有50塊錢 就表示我拿50塊錢玩100塊錢的生意 我發揮了兩倍的效應 那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今天是100塊錢的總資產 我只用了自己的資金20塊那更狠 我拿20塊玩100塊錢的事業 我可以有5倍的效益 就是乘數的效益 但是也要小心 因為它是財務槓桿的概念 你的效益越大風險越高 你要越小心 那這個ROI又可以拆成三個 又可以拆成前面兩個 那加上股的權益陳述 就變成三個了 那這個過程裡面 收入消掉 總額消掉 變成股東權益 出於稅務經理 所以這個公司是不變的 可是拆成三大塊之後 就把我們整個的 企業的運運活動的三大活動 給它整理得清清楚楚 第一個獲利率是營運活動的成績 第二個資產周轉率是你投資活動的成績 第三個權益陳述是你理財活動的成績 所以一個股東權益報酬率 把公司三個主要的活動 全部含瓜在內 這個用一個簡單的公司含瓜在內 這個是獨一無二 極而無僅有 只有這個公司才有這個能耐 所以利用這個公司來衡量 讓集團企業的執行長的績效 是一個更powerful的一個公司 不過這個公司主要重點是擺在 財務報表分析裡面 會更深入的去探討 我們再看看補充資料 什麼叫KSF跟KPI KSF就是關鍵的成功因素 基本上是指那四個 就是我們上禮拜提到的 最高的品質 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速度跟最好的服務 這四個 可是這四個 不一定是每一個企業 都用到這四個 就像我們上禮拜舉的例子 我們用的是 我家牛排 跟 所謂的 這個 如是葵牛排 如是葵牛排的 關鍵成功因素 絕對不是最低的成本 跟最快速度 它是走高端價位的牛排管 所以它的關鍵成功因素 強調的是最好的服務 跟最高的品質 不要搞錯了 當如果有最好的服務 跟最高的品質 它就要有相對應的 績效指標來衡量 什麼叫最好的服務 什麼叫最高的品質 而不要把力量去擺在 什麼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速度 成本跟速度 依然是重視的 但是不是成功關鍵因素 而我家牛排 剛好相反 它要求不是最高的品質 跟最好的服務 它走的是低價位的 平民百姓可以吃的 所以它的指標的設計 衡量這個員工 速度快不快 廚房的出菜快不快 而不是你的品質多高而已 但是當然不能傷害品質 不能煮出來 人都吃都不能吃 在品質基本的要求之下 你的關鍵成功因素 是你的速度 跟你的成本 所以我們這邊 關鍵成功因素 跟關鍵的績效指標 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老闆 腦袋裡面都在想 我今天在賣冰水 我如果是自己 個體副自己搞的 我看到隔壁那個清浴 為什麼比我好 同樣大家都在賣冰水 是因為它賣的檸檬 檸檬 什麼茶 它一個主力的茶 我忘記了 翡翠檸檬 翡翠檸檬 因為是它在賣翡翠檸檬嗎 我就輸它了嗎 這個翡翠檸檬很簡單 就是一顆檸檬 給它壓壓弄弄 給它弄一點愛玉 在裡面就可以賣 不是嗎 為什麼人家要跑去清浴買 不跑去我這邊買 那請問 一個賣冰水的這種小攤子 它的關鍵成功因素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去賣 我每天腦筋都在想這個 我的關鍵成功因素是什麼 我有辦法設計出來 能夠讓我關鍵成功因素 能夠衡量好的指標 我如果能夠設計出來的話 我自己啊 如果也符合消費者的要求的時候 我就會做好 做到 因為我開始賺錢了 有人看到我 哎呀老黃賓果是很好 那跟著我就把老黃賓果 開得像青雲一樣 開得連鎖 一下子搞個幾百家 我呢就用KPI來管 全部的用KPI來管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啊 所以怎麼樣子去掃出 你的關鍵成功因素 是每一個企業的老闆都在想的 不管是多小到多大的企業 都在想你是什麼因素 那因此我們來看 這個系統怎麼弄 所謂的系統裡面 關鍵成功因素裡面 生產不怪乎生產力 降低成本 成本控制 品管跟彈性製造的能力 跟著看管理 包括了規劃 領導 溝通協調 彈性反應等等 那包括銷售 市場開發 業務開發 顧客服務跟通路的 這些都是績效衡量的 KPI的指標 這些指標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建構起 關鍵的成功因素 而這個關鍵成功因素的 KSF跟KPI 一直不斷的回饋 不斷的在設計 最後還是需要經過 顧客的認同 只有顧客 認同你的指標 認同你的關鍵成功因素 你才可以真的成功 而你針對這個成功因素 在生產管理跟銷售 找到適當的指標的時候 你才可以成功 然後一直不斷的回饋 一直不斷回饋 來找出真正的KSF 跟對應KSF 支持他的KPI 那關鍵成功因素 跟績效指標的意涵裡面 我們說這個公司有三個層級 高階、中階跟基層的幹部 每一個層級裡面 所面對的KSF 不太一樣 KPI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建構這三個層級的指標的時候 要考慮到公司所在的產業特性 Business Model 營運的特性 內部作業流程的特性等等 來設計KSF跟KPI 我後面有幾個圖 都是來做例子的 同學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針對公司高階主管 他的關鍵成功因素設計的重點 四個KSF 每一個的意義跟他後面的KPI 這是高階主管 不會對基層員工是沒有用沒有意義的 比方說對一個高階主管 他成本是希望在唯利時代 公司整體成本控管的能力 全球化生產佈局下 成本拆解及組合的能力 價格競爭能力等等 這是成本它的意涵 所以它有消貨百分比 整體成本費用的趨勢掌控 跟競爭對手成本的比較 跟產業上下游的成本結構比較 所設計出來的KPI 一看到這些都是很高端的很高層的 那如果說是製造業呢 製造業它的四個KSF 也各自有意涵跟它的指標 製造業的高階主管 跟的是快遞公司的中階主管 快遞公司就是典型服務業了 中階就是一個經理級的 不是最高的老闆 它的成本的概念是講究績效 那它的關鍵指標就是運送成本 服務路線成本 顧客服務成本等等 就表示一個中階主管要負責的 到了基層最低階的主管 我們用速食店來看 也是一個餐飲服務業 這餐飲服務業裡面 在成本的裡面 持續改善產品的設計 製程的設計的能力 跟三足不必要的活動的能力 來降低成本 這個都跟你在基層裡面 親自去做作業流程的控管有關的 所以它的關鍵指標就是 輪班時間的浪費的食品 輪班中員工成本的比例 各輪班每個員工的收入等等 就可以看得出非常detail 非常詳細的資料 這是速食店的 那我們在某製造業裡面 我會舉個例子 某製造業除了生產效率 還有衡量產出的效率 那通常都是以量為主 在製造部門而非成本 銷售部門是用銷售成果 也要注意客服的滿意度 那管理部門就是用所謂的 投入產出的 因為沒有這個關係 所以是比較困難 要用複合式的指標 通常都是複合式的指標 就是有品質有數量的概念 那KPI建構的過程 首先就是要按照策略目標 定出衡量績效的構面 第二個按照重要性貢獻度 決定每個全數 第三個設定所謂的指標的基準值 通常都用80分 然後把目標值提出來 通常是用85分 然後跟著完成每個衡量指標的方式 比如說每單位材料 耗用基準是5公斤 如果真的是用了5公斤是80分 可是我們的目標值是4.5公斤 那每增加或減少0.1公斤 減少或增加1分 直接達到4.5公斤的時候 這就變成 應該是0.1公斤 剛好0.5嘛 就是達到了85分的時候 再給它加3分 用這種方式 那分數全部都算完了 每個部門都算完的時候 就看公司的平均分數 超過的拿獎金 沒有達到的扣獎金之類的 就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在實際操作 再算出實際值來表示 最後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是某鋼鐵加工業的一個例子 這是我輔導過一個公司的案例 那我就把他們公司裡面 管理部門跟生產部門的指標 給同學參考看看 那個因為在網大上面的教材 也都有鋪上去 這個生產部門裡面 有兩個成本中心 跟一個費用中心 用P的時候 就是production 的意思 第一個成本中心 有兩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 就是生產排定的產能目標 產能就是產量 標準值目標是80分 上下各加1分 它的全數佔了70% 表示第一個中心裡面 成本的控管佔得很高 品質只有30% 這是鋼鐵加工的 那鋼鐵的品質啊 有時候也沒那麼敏感 所以這樣可以 第二個成本中心 看得出來是一個油漆部門 第一個它是組裝 第二個是噴漆的 所以油漆使用量的控制 當作第一個指標 準時交貨跟成品裝載等等 那它的全數就很平均 因為表示沒有特別的重點 大概每一個都很重要 第三個是費用中心 這個費用中心是倉庫發料的費用中心 費用中心第一個指標 都叫做節省部門預算的費用率 第二個叫做發料作業的管制 第三個叫代料處理 那當然代料處理跟這個部門預算費用率可能不重要 它的重要是擺在第二項 所以全數給它50% 那下面這個是財務處跟成本會計處的 財務處跟成本會計處的指標稍多 因為他們是典型的費用中心 同入產處之間沒有太明顯的關係 那財務處裡面 我們先看全數裡面 10% 60% 20% 10% 最重要是60% 原來是平均資金成本率 至於節省部門費用率 預算率應收上的催收跟兌換的審議 大概就在公司裡面不是那麼重要 而是資金成本很重要 因為鋼鐵加工業的資金成本很重 所以他們把它當作重點給它60% 那成本會計處呢 又是一個比較平均均衡的 包括了節省部門費用率 可以看到費用中心第一個都是 然後結帳的延遲率啊 報支的權限跟規定的辦理啊 還有付款時效的作業等等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在設計的過程裡面 通常都是兩個以上 有品質 有數量的直化跟量化的指標 而且透過複合式的全數設計 跟著我們來看 責任會計制度的步驟 跟它關鍵的成功因素 大部分的企業 其實對責任會計制度 並沒有實施 所以有些同學 如果去到中小型的企業 也很可能面臨到 公司老闆會要求 幫我設計利潤中心 這個時候 請同學注意這個順序 首先 經營者與高階主管 要有共識 它的關鍵成功因素 就是經營者的決心 跟著是要有一個 責任會計制度推行小組 這叫臨時任務編組 關鍵成功因素是 小組的召集人 跟成員的位接 這兩個 也許對同學來講 如果進到公司 要你做你也無可奈何 只是嘗試去測試看看 如果你的老闆 最高的老闆 他的決心有 就有一點成功的機會了 那我個人啊 主要是從外部的顧問 去公司幫他們設置的 所以這前兩項我也很重視 我已經培養出了一個功力 進去公司 十分鐘我就知道 這個老闆要我來幫他做輔導 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如果老闆呢 他的決心啊 不是在這個上面 只是純粹找我去喝咖啡聊天 然後等一下找了一個 低階的經理來說 這個經理啊 來跟這個黃老師去 他要幫我們弄一個制度 我會馬上 不會浪費我的時間 會跟這個老闆說不用了 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 負責的高階主管 這個制度是玩假的 多高階啊 至少副總以上 他要作為這個推行小組 臨時任務編組 推行小組的召集人 每一個一級主管 處長級的 局處長級以上的 長長級上 都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否則一個小經理 怎麼去指揮別的部門的副總 甩都不甩他咧 所以我的經驗告訴我 只要這兩個前面一判斷就可以知道 這個公司要玩真還玩假 那有些老闆是沒有概念 我會跟他講 你是玩真的嗎 玩真的你就要這樣搞 否則的話你找別人來 我可以告訴你 你省一點錢 我省很多時間 我們大家都可以不要再玩假了 喝咖啡可以 但不用談這個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跟著小組成立了以後啊 他的期限跟開會的時間 要把它確定 關鍵成功因素就是不耽誤正常時間 公司的組織結構跟著要釐清 各個部門屬性的定調 跟成員的溝通協調是關鍵成功因素 跟著下面就是 部門提出的製品的績效 以及部門之間 各個績效含量指標的建構 各有關鍵成功因素 跟著下面是 就是試行推動責任會計制度了 當如果到了第六部 都已經建構起來的時候 這一個關鍵 這個責任會計制度 推動小組就休息了 就解散了 然後另時推動一個叫做執行小組 這個試行小組呢 就開始要幹嘛 開始要做相互的評估了 就人力支援部門不能再為自己啊 來設計指標來評估自己的訓練 而是由別的部門來替你評估 看你做的對不對了 這個叫做推動小組 這個時候啊 這個開始就開始要做很多的改善修正 那如果說有全員的共識 當然就很容易成功 所以任何新制度都表示一個變革 那員工的心態 跟對公司具有化的衝擊 是一定要考慮 不考慮這個 失敗的可能性很大 那最重要就是 責任會計在管理會計中的定位 我把責任會計擺在 最後一個章節 雖然後面講的平衡積分卡 也是管理會計的一環 它是新的管理會計方法 在傳統的方法裡面 責任會計擺在最後的壓軸 是有目的的 因為要把責任會計做好 你必須要做好很多的動作 首先你要把責任會計做好 你必須要有很好的能力 把成本中心跟費用中心定位好 屬性定位好 這時候你必須要有成本的定義 總類的科目 成本習性分析 成本計算標準差異分析等等 這個東西要做得好 你才有辦法把成本跟費用中心做好 跟著投資中心跟收入中心 它有牽扯到呢 所謂的市場定價 轉國計價CVP 利潤規劃 標準彈性規算等等 這個東西如果下面沒做好成本 那收入中心跟利潤中心設計 就不是很完美 那投資中心下面就是跟財務有關的 資本資金成本分析 資本支出預算 投資財務決策等等 所以這個整個結合起來 才是我們所謂的管理會計 要把管理會計 要責任會計 要把責任會計做好 責任中心設計好 下面這些專業知識 幾乎不能夠缺少 而下面的專業知識 也幾乎都是我們 管理會計領域裡面 要學到的東西 那光是這樣子啊 這個責任會計 就做得很完美嗎 還未必 還要考慮到市場調查 組織結構 跟新會計發展的可能性 來了解 有沒有什麼地方要調整 所以責任會計 它那麼重要 才把它擺在最後這個章節 所以我們會問一些 自己反省的問題 傳統的 是我們現在講的 責任會計制度 它的基效衡量指標 跟我們下個章節 要討論的平衡積分卡 會有什麼差別 那這邊也是 如果同學有打過工 或有幹嘛的話 可以看看 公司或你打工的地方 它的責任會計 有沒有實施 有沒有績效衡量的制度 等等之類的 這個同學自己參考看看 那後面一個是組織文化 這個是組織行為學講的 我這邊只是做兩頁的補充 同學自行的參考 OK 我們這個章節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跟著我們要看最後一個章節 最後一個章節是平衡計分卡 先問一下 有聽過 聽過平衡計分卡的同學 說錯 沒有聽過平衡計分卡的同學 請舉手 我的認知裡面應該比較少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沒聽過 你是企管系的 沒聽過 你財管系的聽過了 好奇怪 早上問的時候 財管系這邊坐了兩排 沒有人聽過 可是企管系的都聽過 誒 財管系的反而還聽過 氣管系沒聽過 平衡計分卡沒聽過 那其他的聽過了 那平衡計分卡知道 知道平衡計分卡內容在講什麼的 請舉手 沒有嗎 是光聽過而已嗎 OK 其實這個平衡計分卡是一個新發展出來的 也不能講全新 大概就是1996到2000年發展出來的 到現在也不過15年左右 那這個平衡計分卡 它號稱把我們傳統的管理會計的缺口彌補了 它號稱它可以通吃 不只是我們傳統的管理會計裡面 剛剛講的最高的層次叫做投資中心的績效 它可以評估整個集團最高的那個叫做使命願景落實到策略的績效 這個使命願景到績效 使命願景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英文叫做mission跟version version version跟mission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意涵 很抽象的呢 到達strategy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勇敢的嘗試 我們最後的章節就來討論 因為它其實也是管理會計的一個制度 那在談到責任 談到這個績效衡量之前 怎麼會有這一張 應該是不用的 之前我們來看一下 近年來影響台灣企業相關的著作 第五項修煉 沒有聽過第五項修煉的請舉手 沒有聽過第五項修煉的 把手放下 沒有聽過楊碩英老師名字的請舉手 在外銷或者大陸來的可能沒聽過 楊碩英是我們氣管系的教授啊 他是國內在第五項修煉領域裡面 大師級的教授啊 這個所謂的這個第五項呢 第五項學的就是所謂的組織 學習心組織 那我時常在口試的學生的時候 這個碩士班來做考試口試的時候 我會問說你有沒有聽過第五項修煉這本書 我都知道 我知道第五項修煉什麼 我說請不要講 請你把前四項修煉講出來 講不出來啊 應付考試應背的還會這樣 那麼後一本書我才不相信他看過 他曾經非常有名 這本書是1995年在台灣出版 一出版之後 每一個老闆好像不講第五項修煉 就見不得人一樣 沒多久EQ出來了 EQ叫情緒管理 沒聽過的同學請舉手 情緒管理都聽過 也是還沒聽過的 回去後要注意看看 這些書都很好看 它都是床頭小說 擺在床頭睡覺前翻翻翻翻 一個月就看完一本了 三個禮拜看完一本 EQ為什麼要做情緒管理 人為什麼會有情緒啊 他都在書裡面說明白了 我們這個個人生活上面 你去發你的脾氣 跟你的爸爸媽媽吵架 跟你的兄弟姐妹幹嘛 跟你的男女朋友吵架 那可能是你自己的事 可是到了企業裡面 盡量不要這樣做 所以EQ就告訴我們 去怎麼分析 什麼叫做情緒 為什麼會有情緒 如何管理 八十二十法則聽過了吧 沒聽過的同意請舉手了 這個應該大陸學生也聽過了 還有學生也沒聽過 百分之八十的利潤 來自百分之二十的財米 沒聽過嗎 百分之八十的浪費 來自百分之二十不良的動作 沒聽過嗎 人生裡面有 就是這樣你的生活裡面 也都有很多地方 都百分之八十二十呢 你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去做 沒有效益的工作 沒有意義的事情 真正有意義的呢 大概是靠那個百分之二十才做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那從A到A Plus啊 這本書有沒有聽過 沒聽過同意請舉手 卓越到超越 A已經夠好的企業了 如何做到更好 這本書沒有 沒有舉過手的同學 請到書店看看 或者網路寫一下 打這個書名 執行力 這個光看名字就知道 如何教老闆執行 沒聽過的請舉手 都聽過了啊 執行力 南海策略沒聽過請舉手 還是有啊 南海 它對應的叫鴻海 不是我們那個富士康的鴻海 不過鴻海公司取名 鴻海也很好玩 他就在鴻海廝殺 廝殺的不亦樂夫 那很多企業在鴻海裡面 廝殺的不亦樂夫啊 甚至滅頂 這個作者就說了 我們為什麼要在鴻海 跟人家廝殺 我們為什麼不想辦法 把我們的營運的model business model 稍微改變 搞不好就可以進到一個 很少人在廝殺的南海 在那個南海裡面去悠遊 去賺高額的利潤 這叫做南海策略 常危理論應該也知道吧 知道了八十二十 就應該知道常危理論 不清楚常危理論的同學請舉手 還好很多 沒舉手就知道了 那什麼是常危理論 問一下我們這位 劉沛淳同學 你沒舉手啊 常危理論你應該知道吧 他不是統計學的書喔 他不是統計學的書喔 我知道啊 非常太分配 嗚~~一個尾巴對不對 八十二十提出了一種說法 百分之八十的利潤來自百分之二十的產品 因為說這句話的眼光只看了一年 我們如果把時間放長五年十年 對不起 那個百分之 你認為不好賣的百分之八十的產品 只能提供百分之二十的利潤 只能提供百分之二十的利潤 在五年十年之後啊 累積的獲利不輸給那個前面很熱賣的那個產品 他舉了什麼例子這個作者 舉了亞馬森的例子 亞馬森裡面呢有幾百萬本書 他剛開始都認為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 就是八十二十法則之下 最有獲利的百分之八十 是那個百分之二十的書 但是那個老闆啊 經過幾年後發現不對 如果我當初聽信了 我就把不賣錢的百分之八十的書要減少 真的賺錢的百分之二十的書才對呀 理論上是這樣 因為空間有限啊 我都是用網購來賣書的 我的倉庫不能擺完全沒用的書啊 可是五年十年後去發現的時候 所謂的冷門書連賣十年 比那個熱銷書的頭一年不輸 有時候利潤是不輸的 那個熱銷書一年賣完了 後面就賣不出去了 冷門的書可以賣賣賣賣十年也說不定 所以這個時候啊尾巴就長出來了 所以不要被八十二十欺騙 要記住那個長的尾巴 他所帶的總利潤不輸給那個前面那個 一個頭串起來很高的樣子的那個獲利 這個是常維理論 我這邊提出來的都是在管理領域裡面 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期所說的這些書 這些書名一出來以後啊 洛陽紫貴一下子啊 每一個老闆嘴巴念上的都是這些東西 但是隔了兩年再問他 他連忘的乾乾淨淨是什麼內容都忘記了 那我們學管理的啊 不要那麼健忘 因為我們是靠管理要吃一輩子的 所以每一本書都有它的優點 我們把這些書的優點了解一下 吸收了以後啊 搞不好就是一輩子受用不盡 只不過這些書比較強調食物應用面 學術性比較少 那跟著要講的平衡計分卡 學術性很高 應用面也很強 但是呢它有先天的弱點 我們先看什麼叫做它的歷史原格 在1990到91年 KPMG安侯建業的研究所 他有一個計畫叫做未來組織績效的衡量 由安侯建業的子公司叫 Nolan Norton Institute 他的老闆執行長就是Norton 就是這個Norton這個人 是一個Norton跟一個Lona兩個人合作的 這個Norton跟哈佛大學的教授Kaplan合作 然後有12家企業共同參與 想要設計一個未來組織績效衡量的方法 而這10家12家企業每一家都頂領大名啊 包含了超維就跟英特爾對打的AMD 美國標準石油 Share Canada 加拿大石油 鍵牌石油 惠普 蘋果電腦 Dubon跟GE 這些都是 隨便一個企業在台灣都可以壓死一大堆的人的 這些東西 我每次看到這種的我就很感慨 老外啊他們很願意把他們的公司提供給所謂的學術界 去幫他們設計一種方法出來 那在台灣啊你要去跟風海說我幫你弄啊 他當然也看不起我們啊 他自己也不願意告訴任何人他們要幹嘛 台灣的企業基本上都有這種心態 所以我們只有依賴外國企業提供出來的資料 讓外國教授發展出來的方法讓全世界一起用啦 就變成這樣子啦 OK 那這個這兩個人的團隊啊 1996年出的第一本書叫做平衡積分卡 2001年出的第二本書叫做策略核心組織 2003年第三本書叫策略地圖 2006年第四本書叫策略校準 這四本書出來之後啊 就奠定了整個平衡積分卡的整個的架構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本 這四本全部看完是2000頁左右 我必須承認我只看過第一本 二三四都是選擇看 並沒有從頭到尾看完 因為二三四也不用全部看 二三四本全部是講第一本 來不及講的詳細的東西 所以平衡積分卡出來之後 到底是會計的書還是管理的書 還是策略的書 1996年出來到台灣流行的時候 已經到達了20大概0506年以後 慢了10年 台灣大概才開始流行 那個時候啊 問台灣的策略學者 對平衡積分卡這本書 嗤之以鼻 什麼玩意兒 這本書根本不是我們策略的 會計學者也在那邊 這個玩意兒 了不起跟以往的書一樣 兩年後就死掉了 它不是傳統的 花俏太多了 可是今天 對不起 將交行銷的 交人資的 交生產的 交財務會計的 交策略的 不去提提平衡積分卡 好像就不夠流行一樣 所以它有它的生命力 我們為什麼 你可以看這本書 它的邏輯 你想想看 這個邏輯是不是很強 它會告訴我們說 你不能控制你不能管理的東西 很對吧 我們一定要管理 我們才能控制 你不能管理 你不能衡量的東西 你不能衡量 你沒有辦法描述的東西 你講都講不清楚 它有衡量呢 那 平衡積分卡就是要幫助你 把你想要描述的東西 描述出來 你能夠描述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設計衡量的工具 衡量的工具 你如果有衡量的工具之後 你就可以有效的管理 你可以有效的管理之後 你可以做到確實的控制 這是它的邏輯 完全Perfect 完美 沒有任何的缺點 問題在這邊呢 什麼叫做不能描述 企業裡面最不能描述 就是我剛剛講的 願景使命跟策略 它就告訴我們說 我可以幫你把它描述出來 透過平衡積分卡的工具 讓你不會偏差 換句話說 如果你不能衡量 這是第一本書寫的 就不能進行管理的第二本書 那如果說不清楚講不清楚 就沒有辦法加以可能是第三本書 那平衡積分卡就是從 績效控制的工具 跨越到 跨越過管理控制工具 到策略控制工具的境界 它是管理會計裡面 強調控制工具的一本書 那平衡積分卡就因此 不再只是績效評估 而且它還是策略管理的 一個系統的建構 而這個策略管理的系統建構 依賴的是四個構面 財務顧客 內部流程 學習與成長 這四個構面 相互依賴資源平衡 以及最後 透過了公司的成績 從事業成績 部門成績到個人成績 偉大吧 所以這個 Kaplan這個教授啊 雄心萬丈 Kaplan這個人是個奇才 在1990年代的時候啊 還提出了所謂的ABC 就是作業基礎成本制度 也是他發明的 跟著這個作業基礎成本 是實際操作的 一步一步去看那個 每一個步驟的成本如何 那一直到了策略 所以願景使命 他也建構了一個平衡積分卡 所以他有他的貢獻 那平衡積分卡的架構啊 強調的是如何衡量 這是第一本書裡面 在所謂的如何衡量裡面 有一個平衡的概念 這個平衡概念 一定要跟各位同學來強調 為什麼 因為這是平衡積分卡的名詞 叫平衡積分卡 積分卡是美國傳統的企業就有 積分卡 那積分卡的性質很像 看我們的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他用計分表的概念來登記 而這本書就用平衡計分卡 就是Score Card 這個本來就有的 他用一個Balance Score Card 就是希望把長期短期的平衡 在傳統管理會計有 短期的營運預算 長期的資本支出預算 能夠平衡 這個我們也在做 財務跟非財務的亮度 我們也是在做平衡 傳統的也有 外部跟內部的績效 傳統的很弱 什麼叫做外部內部 就是外面的市場上的 跟企業 就是市場上的競爭或什麼 跟內部的本身的運作 的績效 來做平衡 我們就比較弱 領先跟落後指標 在傳統裡面幾乎比較空白 所以它的貢獻就在於 前面這兩個 基本上我們也都有 傳統都有 後面比較弱 最重要它提出的領先 與落後的指標的概念 這個要平衡 那領先與落後指標裡面 我們再強調一下 落後指標就是成果衡量的指標 它是指那些營運發生後的指標 領先指標是 績效驅動因素的概念 意思就是指衡量那些 落後指標 是不是可以達成訊息的前導指標 我們一再強調 如果今天用的是 傳統的獲利率 市場佔有率 顧客滿意度 對不起 知道了獲利不好 知道了市場佔有率下滑 知道了客戶不滿意的時候 都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客戶不滿意 也不會再回來了 市場已經降下來 你要幹嘛 這個都叫做落後指標 所以平衡積分卡思考了半天 認為我要建立很多領先指標 不要讓客戶真的不滿意 跑光了 我們再來調查說 哎呀糟糕 客戶不滿意了 我們傳統的企業 時常是這樣子 我們去企業做診斷 做服務的時候 這個業務部門 我說我想看看你們 所做的客戶調查 哇一看起來怎麼搞的 這個趨勢是下滑的 我們有很認真在做也不知道啊 可是你認真在做已經沒有用啊 你這個客戶都跑光了 所以來不及的 所以領先指標 意思就是我設計一些 讓你不要落後 到後面再來懊惱 我們舉例來說 石油公司的策略目標 是績效最佳的 落後指標就是剛剛講的 獲利率啊 費用率啊 庫克滿意度啊 領先指標就是 產品品質 服務項目跟員工素質 員工素質夠好 服務項目夠完整 我們的客戶通常不會跑 那產品夠好 我們產品賣的順利 我們的獲利也應該會很好 這平常就在考慮 品質有沒有逐月逐週逐日在探討 服務項目有沒有逐月逐週逐日在執行等等 所以這個平衡積分卡裡面 落後跟領先指標這邊 加以特別強調說明 先下課休一十分鐘 等一下再繼續啊 這個講到這邊為止啊 我們可以看到啊 領先指標跟落後指標 其實不是分開來分別討論的 它其實是一個混整合在一起的概念 如果只專注領先指標 也沒有辦法達到公司的使命跟策略目標 因為策略目標很多是靠落後指標來達成的 所以平衡積分卡是能夠將策略化為具體的構面 能夠具體構面衡量這個績效 所以說平衡積分卡算是一個 結合了管理會計跟策略規劃的有效工具 我們利用購面來轉換策略 首先是財務購面 這個財務購面裡面我們對股東要有什麼交代 這個時候為了要達到財務購面好的表現 我們必須要有顧客方面的努力 在顧客的過程裡面我們是為了要做什麼事情 來讓顧客覺得滿意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有流程的這個概念 一個好的企業內部的流程 包括了顧客的服務 售後服務 包括了生產 包括了創新流程 我們就有辦法做到好的顧客的反應 可是好的流程必須要依賴 員工的學習跟成長的能力 我們可以拿這個簡單的概念來說 就是我們今天可以看網評 我們可以看在大陸一樣的海裡撈 對他們來講財務面都非常的理想 為什麼 因為顧客捧場 顧客為什麼捧場 因為流程設計管理的太好 特別是海裡撈在客服還沒有吃飯前的服務流程 就已經非常完美 所以有機會去大陸的同學 強烈建議去看看海裡撈是怎麼一個樣子 他在還沒有吃飯以前的服務流程 就已經達到了美國的先進的學者 所寫到的那些服務的概念 都已經完全做到了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那麼好 是因為有一個非常完善的員工的學習 跟成長的環境 網評的流動率在餐飲業裡面 因為餐飲業做餐飲都是年輕人 都是二十來歲的 你叫他們穩穩定定的工作是很難的 流動率通常很高 網評剛好跟大陸的海裡撈幾乎類似的就是 他們的流動率普遍跟同行比都是低的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流動率低 是因為流動率低的話 我的服務的技術能力才可以累積 才可以越做越好 否則好不容易訓練一個員工 每兩下就跑掉了 那你怎麼累積啊 這個訓練服務的這個能力呢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有一個穩定的員工 才有辦法來做到好的管理好的服務好的營收 而這個串起來叫做願景與策略 為什麼員工流動低 在網評在海裡撈 這些員工他們發現他們有未來的前途 你在這個公司裡面 你做一輩子做到你退休 你一輩子安身立命都不用去煩惱 因為公司幫你照顧到好好的 公司的發展也是清楚透明的 每一個制度裡面的要求都是清楚透明的 讓每個員工服氣 有願景有使命有策略 讓整個集團的員工可以接受 而且有對應的訓練跟學習 所以他有好的流程的設計 有好的顧客的終身滿意度 以及最後好的財務 特別是有趣的就是 王品宣布了 在兩個禮拜前宣布了要漲價 七大品牌要漲價 他是公開宣布的 結果啊 我到網路上看到鄉民們 有人開始在慢罵 罵誰呢 也不罵王品很奇怪 他罵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罵台北市政府 因為一年前 胡須張在台北市 把滷肉飯要漲價 結果也是因為全民 好像變成一個全民運動 都在痛罵胡須張不能漲價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居然出面干預 說你如果漲價 我要開始對你不客氣 你有對市場的價格有騷動 害得胡須張的董事長 親自出來九十度鞠躬 道歉再道歉說 我們還是不漲價 結果這些網民就開始罵 台北市政府說 為什麼現在你不對 王品這樣子去做 我也覺得很好玩 王品七大品牌要漲價 怎麼搞的 沒有居然聽到任何 騷動跟民眾的不滿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胡須張 只是滷肉飯 漲個五塊錢還多少 就被弄得天下皆知 而且鬧得沸沸揚揚的 為什麼 很有趣 我們學管理的人 同學們 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不要看到新聞 就當作沒看到一閃而過 麻木不仁這樣 你要去想 這跟我們的題材 很有關係的 王品敢公開上架 民眾居然忍受 是因為他的品牌力 他的服務的方式 讓所有的消費者 覺得我可以忍受 而胡須張這個公司 並不透明 家族企業的味道 濃厚到不可以 那他的賬家 會讓消費者 懷疑你是不是 少數的那個 姓張的家族 去賺大錢 很簡單的概念 那王品的賬家 沒有人會認為 戴色怡那個董事長 把錢放到自己口袋去了 很可能他們 有不得已的苦衷 還替他想耶 真的想要罵的 也不罵他的 去罵台北市政府 罵一年前的台北市政府 不是也是很荒謬 不過選民的 鄉民的行為 本來就很難預測 我們也見怪不怪 反正就是很特別的 請注意為什麼 因為企業的形象 跟他的所謂的 我們消費者 顧客觀察到的是 認同他的願行使命的 不只是員工認同 連顧客都認同 這種公司 怎麼會不賺錢呢 OK 購面的內容很重要 最好把它背起來 因為考試的時候 很喜歡考這種題目 特別是平衡積分卡 要怎麼考 上了一個半小時 居然不知道要考什麼 那也很怪異啊 所以我發現很多都是在強調 平衡積分卡 跟傳統的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購面 比方說財務購面 企業最重視的 這個財務購面 有三個環節 營收成本降低跟生產力提高 顧客購面 強調 其實有的是六項 七項都有 最基本的是這三個跟這五個 顧客購面五個 市場佔有率 顧客爭取 顧客延續 顧客滿意跟顧客獲利 生產流程 企業的內部流程裡面 也有創新營運 售後服務流程 到了學習成長以後 有員工滿意 員工延續跟員工生產力 我們可以看到都有領先跟落後 財務指標 落後的指標比較多 營收成長跟成本降低 這是落後的 生產力是領先指標的 顧客購面裡面 市場佔的率是落後的 顧客滿意度是落後的 可是它有一個叫做 顧客爭取 顧客延續跟顧客獲利 顧客爭取是 新顧客來的頻率是多少 顧客延續是 舊顧客再來的機率是多少 去網民吃飯都有那個 那個表格都會填 你是新來的還是舊來的 幾個月來幾次啊 都是在做這種計算 這個都是領先指標 當發現 整體發現 新顧客來的越來越少 舊顧客延續來的也越來越少 就是警訊 不能等到年底 就開始有很多的動作 很多的促銷 很多的服務的加強 廣告的加強等等 就要做了 這叫做領先指標 顧客的獲利率 從每個顧客裡面 我們平均可以獲得的利益是多少 這個獲利也有標準 網品的意思就是說 不准超過10% 就是合理的一種獲利 多的部分呢 要還給顧客 類似這種 所以顧客公民有這5個 企業內部流程裡面 創新流程 營運流程 跟售貨服務流程 幾乎都是領先指標 因為流程的改善 一定會造成所有的變化 而流程在顧客 在財務面是領先指標 可是他在學習成長面 是落後指標 很特別 很爛的員工 就不會有好的流程 所以流程指標做好 上面一定好 可是流程指標如果不好 上面自然會不好的時候 不能在流程改 而是在員工改 好的員工才有好的流程 所以員工滿意 員工延續跟員工生產力 這三個基本上 員工滿意是落後指標 員工不滿意已經辭職掉了 問到的 還留在公司的員工 也不敢說不滿意 所以這個不太準確 但是員工的延續 跟員工的生產力 是領先指標 所謂的流動率 就是看這一些 所以這些幾個概念 在傳統裡面 比較不太強調 這個部分不強調的 這個部分不強調的 只強調這個部分的 顧客公民也只強調 還有滿意度的這些 在平衡積分卡全部補起來了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你至少背這個 就可以把四個構面背起來 每個構面裡面的重要的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後面 就是要設計KPI了 所以這個不把它背起來 整個平衡積分卡其實不清楚的 那我們再看看因果關係 前面其實已經一直都在隱含 這邊正式的告訴同學 學習成長是最基礎的 只有好的學習成長 才有可能好的企業內部流程 有好的企業內部流程 才會有好的顧客 有好的顧客才會有好的績效 就是財務績效 那策略地圖 策略地圖 策略地圖其實是最核心的部分 我在很多的 管理會計的技巧上面 在做輔導其實都有這個經驗 責任會計都做了很多 特別是責任中心 所以那個五個中心裡面的概念 大概都在跟企業界做過輔導 那評分計分卡只做過一次 失敗收藏 就是在高雄屏東地區 有一個連鎖的麵包店 那個老闆呢 他是開了大概八家還是九家 他有這個中央廚房 這個他除了連鎖的麵包 包括烘焙之外 他還有這個量販店 在鄉下他走的是利基市場 那這個老闆呢 希望幫他的連鎖麵包店 設計平衡計分卡 那設計的過程裡面 這個每次在討論開會的時候 那八九家的那個分店的 那個麵包師傅跟店長 要一起來開會 開會的時候在前面 這個做所謂的制度的說明 介紹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開始要設計KPI 在同時要建構策略地圖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因為那些員工 敵死不從 不願意跟我配合 老闆當場也覺得很尷尬 最後我們就只有草草收藏 告訴老闆說策略地圖畫不出來 整個平衡計分卡 就沒有意義了 什麼叫策略地圖 就是把學習成長會影響到流程的 流程會影響到顧客的 顧客會影響到財務的這個因果結構把它畫出來 我這邊只是先描述一下 真正的因果結構在後面這一頁 這個也是第一版的平衡計分卡 那一本書上寫的 它是對一個照護醫院在做的 我們可以看得到 學習與成長有1 2 3 4個構面 這個兩個構面是靠另外一個次構面做成的 這個做成的這兩個才做得到 這4個都做到了才有所謂的內部流程 那內部流程就很複雜了 它也分兩個層面 1 2 3 4 5 還有下面兩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兩個 這個做到的上面這個做到 那這個上面這個中間這個要靠這兩個做到 那這個做到的 這個最上面這一層才做到 這上面這一層做到的話呢 它影響到兩個 一個是所謂的顧客構面的這兩個構面 另外一個是影響到的財務構面 所以不一定的全部都是一階一階上來 有的時候還可以從這邊跳過兩階 直接到財務也有 這叫做策略地圖 就是把實命願景結合成策略 變成KPI畫成一個圖 所以我們會先問老闆 我當時問那個連鎖麵包烘培店的老闆 你的實命願景是什麼 他想了很久說不出來 所以我們幫他釐清 你就是要做一個上市或者上貴公司的麵包店 這叫做你的使命 願景呢就是最起碼要能夠在三年或五年內 做到南部地區南部五線市最大的連鎖麵包店 那這個時候你才可以教育你的人民 教育你的員工 這個員工才清楚知道我們要幹嘛 可是偏偏實命願景這一塊老闆不願意跟員工溝通 他說這個他們聽不懂 哎呀我不知道 不要這樣 直接叫他們去告訴我們怎麼去烘麵包就好 我說那員工不太願意跟你講很多 你也不願意跟員工講 所以本身老闆他本身就有點問題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畫出很多東西來 我又不敢跟員工說 我們要做到南部第一 南部第一這個規模營收要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這邊要怎麼樣 這邊要怎麼樣 這邊才要怎麼樣 才可以做到 那沒辦法去畫的時候就幾乎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地圖啊 它的重點就是要把公司的實命願景 貫徹在不同四個層級裡面的KPI 層層的往上邏輯上的推延 而做到了最上面 那另外他也給了一個case 就是大都會銀行的平衡積分卡 這邊包含了落後指標 包含了領先指標 策略衡量的標準 還有財務的目標 財務策略目標 顧客策略目標 內部策略目標跟學習 內部流程跟學習成長目標 各自有這個 我也把它覺得很不錯 把它揭取下來 同學可以透過這個 馬上了解 什麼叫做領先 什麼叫落後 什麼叫做四個構面的策略目標 在大都會銀行裡面 那平衡進行卡 會實時遇到的問題裡面 有所謂的在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跟第四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要 要審視內外資源確定架構 來對於策略目標的共識的時候 它有所謂的人為面的問題 有組織面的問題 第二階段 在確定衡量架構的時候 有技術面的問題 第三面 第三個階段裡面 是要定定量度跟指標 凌定行動方案執行的時候 不但有技術面 有人為面 還有組織面的問題 最後一個就是所謂的 就把每個實施過程裡面 可能遇到的問題先提出來 這個同學也可以參考看看 這個地方裡面要說明一下 這個是2004年 針對420家上市規公司 公開發行或具有代表性的 國際公司等等 來做的一個問卷調查 這個問卷調查是誰做的呢 是一個氣管顧問公司做的 那它做的調查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實施平衡積分卡的時候 最需要調整的方向 我們看看最高的是這個 最高的要調整的方向 是把量化指標要調整 以及把策略的關聯性要調整 在不同的產業 有服務業、製造業、科技業 各有各自的重點 那實施平衡積分卡 最困難的部分裡面 我們看最困難中間這個33 就是33%認為最困難就是KPI 這個KPI裡面 在精密機器、在電子電腦 在銀行保險、在買賣批發裡面都認為 但是在塑化業 KPI它反而認為不重要 它認為最重要的反而是願景 塑化紡織認為要把願景落實可能很困難等等 那跟著這個 這個 就是把所有的管理的工具 平衡積分卡 供應鏈管理一路下來 我用英文簡稱就因為太複雜 所以我把它弄下來之後 然後呢也做了一個調查 認為哪一些管理工具 對企業來運作來講最滿意的 結果平衡積分卡認為平均是最滿意的 有高達百分之 高達83分 那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傳統的 績效考慮之處只有54分 那這個地方我要說明 我剛剛已經暗示了 這個資料都是一個氣管顧問公司 它是安侯建業會計事務所 分出來的氣管顧問公司 裡面的人在做的 那段時間他們拼命的在推平衡積分卡 一個公司如果接受了這家 顧問公司的輔導 隨便大概都是五百萬 一千萬或一千五百萬 它會說不好嗎 當然不會啊 它當然會說使用最滿意的 可是現在的實證告訴我們 很多企業用的平衡積分卡 後來覺得不好用 認賠了事 還是用回到傳統的 那我們再注意看 前面這一些 平衡積分卡供應鏈 這個有英文字母 一直到CRM 都是必須要利用 利用 城市 管理的城市 以及系統才有辦法做 你自己公司裡面沒辦法 因為這些系統都有現成的 而且都很昂貴 換句話來講 這些都是要依賴 氣管顧問公司 花大錢才可以做得到的 滿不滿意 花的錢當然滿意啊 至少做這個調查的 就是在輔導這些 要賺錢的 氣管顧問公司 不會說不滿意啊 後面的預算管理跟傳統 這兩個是沒有電腦以前都在做的 說的滿意程度是五六五四 所以我對這個是高度懷疑 如果今天我來做 我有把握把這兩個做得比前面還要好 滿意度還要高 所以我只是提出來給各個同學看 但是我們要會判斷要會分析 不要每次看書啊 進行書就還不如五書啊 特別是看誰寫的 為什麼這些東西 我在實務界的經驗都告訴我 這些東西都不好用 因為需要非常高度的管理的能力 非常高度的員工的實力 還有一個非常完整 運作順暢的溝通協調的管道 跟那個完全就是論事的領導風格 這個在我們東方企業幾乎也都沒有 所以傳統管理會計的衡量指標 與平安積分卡的衡量指標的異同 是不是能夠從平安積分卡的KPI 得知KSF 就丟出來同學你們自己想想看 我們最後有一個補充 這個補充我自己把它整理出來的 我是希望看看我們在學到這個地方為止 我們從我們在氣管裡面所聽到的 使命願景策略到所謂的購面 到底我們原先有哪一些工具 已經就在做的 在談到使命到願景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了 有一個領域叫做企業企圖 跟策略雄心 這個領域是哪一個課程呢 是在策略管理的 高階課程會談到 我們有 十幾年前高雄有一個 上市的建築公司 叫長谷建設 那長谷建設的老闆娘 就是我們早期的 是在MBA的學生 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寫的是策略雄心 如何運用策略雄心 讓你的使命願景可以貫徹 可以讓企業達到他的策略的要求 結果畢業之後沒有兩年公司倒閉 我們一直很慚愧的想 是不是我們交錯了 他的策略雄心是用到了不對的地方 但是有領域在交 那策略目標這個部分 有那個BCG模式 有史瓦特 有目標管理有產業結構分析等等 這些都是在談 策略目標 那如果具體化變成財務了以後啊 這個財務其實太多了 整個的財務管理所有都有 我只是把所謂的經濟負壓價值 市場負壓價值財務報告分析等等 算進來 然後跟著就是學習成長 學習成長裡面 強調就是薪酬制度 知識管理 學習性組織的概念 這是人力資源的重點 內部流程是生產管理的重點 裡面談到ABC ABM 那再跟著就是顧客面 顧客面是行銷管理的重點 他有一些專門針對顧客做的CRM ABC ABM等等 這些東西已經有了一個現成軟體 叫做ERP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也是程式 也是要花錢買的 他可以把這個全部串起來 可以串起來 很多的模組啊 模組啊串起來 那就可以來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往上提升 我們在策略管理裡面 有一個叫做資源基礎 角度的觀點啊 資源基礎觀點的策略運用 它是可以把策略跟目標 結合起來去弄起來 但它還是沒有辦法把使命跟願景 把它貫徹 而平衡積分卡 它基本上就從使命願景 透過我們剛剛那個架構 策略地圖的架構 把使命願景一直貫穿到所有的四個架面 所以氣管領域裡面 很多都是在談這一些 但是都拆開來談 只有平衡積分卡 嘗試把它整合起來 用一個它自己的系統 避開這些東西 用一個自己的系統 整個貫穿起來把它談到 所以平衡積分卡這個做的確實真的不容易 我們後面最後有個補充的例子 這個補充的例子 我個人不認為值得推薦 但是我也找不到更好的例子 這是從某一本的交通書上看到的 感覺上一直想要找一個實際的例子 最後好不容易找到這個 但是這個例子不覺得很滿意啊 但是我還是擷取下來讓同學了解 什麼叫做平衡 這個小型的咖啡店 它的實際的目標 分數算出來是53% 就53% 他們公司希望是至少60分 叫做平衡 所以這個目標沒有達成 所以沒有達成 回過頭來看 53要變60 什麼地方要調整 什麼地方要改善 至少要做到60%的平衡概念 所以用這樣子的 同學有興趣的自行的參考看看 因為這種例子在實務上面我發現 幾乎也找不到真實的具體數據 來做 最後就是這四本書 這四本書 再看一下 平衡積分卡 台灣是1999年翻譯的 策略核心組織2001年翻譯的 一直到策略較早2006年翻譯 408頁 496頁 527頁 495頁 不是2000頁嗎 真的看得完嗎 我必須承認 我只看完 從頭到尾看完平衡積分卡 大概看了1.5遍 只會1.5遍 看了一遍 沒多久以後 我再去翻一翻 再看了半遍 那這三本書 我都有買 只是呢 我大概都看了不到五分之一 選我要看的 因為這三本都是補充那一本書的 所以我強烈建議啊 平衡積分卡這本書 同學可以參考 他寫的 雖然說有408頁 寫得非常的深入淺出 舉個簡單的例子 他一開始就說 如果你今天要坐飛機 你敢不敢坐一架飛機 這個飛機的駕駛員 他只看兩個儀表 一個叫做油表 一個叫做煞車 你敢不敢坐他的 如果你真的敢坐 也可以保證告訴你 這個飛機會失勢 他只會加油跟踩煞車 他一定會飛 一定會失勢 一定會撞死 那一個企業啊 只看獲利 只看營收跟獲利 就像是只看這兩個東西 那想要讓飛機飛得高 飛得穩 飛得快 飛得好 而且安全的飛到你要的目的地的話 平衡積分卡 平衡積分卡就提供了 每一種儀表 讓你來了解 讓你在駕駛飛機的時候 有更多的參考 更不容易出事 一開始用這個 這麼簡單的例子 來說明 什麼叫平衡積分卡 跟傳統的那種 營運的那種概念 所以是很好看的 鼓勵同學 盡量有空的話 把平衡積分卡 至少從圖書館借回來看一下 OK 我想我們今天這一門課 到這邊就告一段落了 我期待今天結束之後 就不要跟各位同學再碰到面了 否則再碰面就是下學期啦 那就很難過了 來重修啊 那個另外就是 我考試的時候是禮拜三 考完了以後 我們會盡快的把分數算出來 然後我會利用網大有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呢 把成績登上去以後 它會轉到每個同學自己的丈夫 所以每個人都看不到別人的成績 當你看到這個成績 可是這個成績還是暫時性的 還沒有送到教務處 那你如果覺得有問題的 你來找我 因為我把成績送出去的同時 我也會在網大公佈我 那兩個時段 來跟同學討論問題的 一個時段會在上午 10點到12點 另外一個時段會在下午 1點到3點 所以這兩個時段啊 有同學有問題的盡量過來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考卷 整個拿回去做紀念品的 也在這兩個時段內來跟我 我都會公布在網路上 如果這兩個時段過了 同學也沒有人再來討論 那我會按照教育部的規定 教務處的規定 時間到了把成績送出去 OK 還沒有什麼疑問 好 沒有一萬我們這門客廠到這邊為止 好 沒有一萬我們這門客廠到這邊為止 怎麼樣 我們這門客廠到這邊 到這邊為止 讓我們坐滿足的